我一直無法理解,到底民進黨政府腦袋在想什麼 我無法理解,而且你拿到以前講的話跟現在講的話 那靈魂交換,那是在冰箱裡幫我看不看 好啦,副市長說講到這裡維持就好了 好,我們今天在這邊,電機過去講話未來 我們相信未來的兩年,台北市一定會更進步 我們要稍微組高一點點喔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右左邊 實在是一個很無奈的一個就是說 我們常常人家講說我們什麼逆時鐘幹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我們一向是從整個防疫過程都知道 我們還是會去嘴巴念規念,我們還是會去配合 但問題是你12月24號才搞定這個行政命令 那只剩下七天,地方政府要怎麼去處理 這不是一個好的案例 不過國家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讓人民不滿 但是這樣啦,作為地方政府 我們該做還是會做 所以我想在這段時間我們四大通路 非萊豬專區會先成立 這裡後面那些很多配套措施 我們這幾天會加速去努力 其實這件事情,你知道 源頭管理明白標示 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甚至我還親自去行政院講 其實萊豬是這樣 你只要在屠宰前三天 你知道 不要使用含有萊克多巴胺的飼料 其實它濃度會降到相當低的程度 那再加上一個專區 就明白標示 給它單獨的貨號 這樣的話 因為目前我們在台北市已經有食材登陸系統 所以整個系統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來 坦白講我是一直無法理解 讓人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 老實講從頭到尾 我沒有說去阻擋它 事實上全世界的國家裡面 使用萊克多巴胺大概二十幾個 不用的大概一百五十幾個 所以大部分還是不用 但是我也不會說做一個科學家 就一定要去喊什麼毒株 我也沒有那樣做 但是你讓人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就好了 我一直無法理解 到底民進黨政府腦袋在想什麼 我無法理解 而且你拿到以前講的話跟現在講的話 靈魂交換 那是在旁邊那邊我來看沒有 那是在 好啦 副市長說講到這裡維持就好了 好我們接下來之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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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